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就要来听第一集的故事 小福星王国 猫猫们的神秘任务 本故事由小福星王国团队编写 很久很久以前 在宇宙爆炸之后 蹦出了一个很神奇的星球 这个星球是粉红色的 有时候它又会变成粉蓝色的 就像我们的心情一样 变来变去 不过 这里跟我们住的地球一样 动物仰赖着阳光 空气 还有水生活着 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小福星王国 在小福星王国里 住着许多动物家族们 你想得到有谁吗 嘿嘿 兔子 有的 猫咪也有 还有 动作慢吞吞的树兰 嘿嘿嘿 好多好多的动物 都住在小福星王国里 你想得到的动物 在这里都找得到哦 在小福星王国 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家族 他们可是在这里住了好久好久 就是 猫猫家族 喵喵喵 猫猫家族里有各式各样长相的猫咪 有 黑眼圈的猫咪 全身都白得像白雪一样的猫咪 也有 天黑之后就找不到他们的黑猫 以及 穿着袜子的猫咪 各式各样的猫咪们 都住在高高低低的小山丘 还有小洞穴里 不过 小福星王国里的纸箱 是猫咪们更爱躲藏的地方 春天来了 猫猫家族要举办属于春天的祭典 送走寒冷的冬天 就像 最近小朋友刚过完元宵节 有一些地方有炸寒丹 有好多好多的仪式 在猫猫家族里 也有属于他们的仪式哦 每个家庭的小猫猫们 他们都会参与 到底是什么仪式呢 猫总管说 喵喵喵 每年的春天 我们都要到森林里收集 提前藏好的食材 喵 拿回来喵 当作当年度的春天料理 分送给所有猫猫家族的成员们 享用喵 庆祝寒冷的冬天过去了 喵喵喵 大洋洋洋的春天来了 喵喵 猫总管站在舞台上大声地说着 所有的猫咪也在台下认真地听着 活动的日期到了 猫家长们 带着所有的小猫猫来到广场集合 小猫猫们都迫不及待 背好小背包 小水壶 还有带着他们勇敢的小猩猩 要进入从未去过的神秘森林 到底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 今年的神秘任务又是什么呢 小黑猫说 喵喵我不怕我不怕 什么挑战我都可以面对 喵喵 穿着白袜的小猫说 喵 我有穿袜子 这样我就不怕了 可以找食材了 喵 小猫们你一言 我一语地讨论着 来到了森林的入口 路标上写着 今年的主题是 松饼 所有的小猫猫们 看到松饼的图案 已经流了好多好多的口水 兴奋地就往森林里面冲了 喵喵喵喵 兴奋的小猫们 似乎都没有注意到牌子上还写了些什么 以及 旁边放了一袋东西呢 小猫猫 塔可 他被指派是队长 举着小福星王国的旗子 带着所有小猫猫们往前行 越走越深处的森林里 小猫猫们东张西望 又害怕又紧张 它们走走停停 有些小猫甚至不敢往前进了 队伍前进的速度非常缓慢 小猫猫们开始担忧 要是天黑了 它们一定认不得来的路 就回不了家了 喵 我曾经听过妈妈说 黑森林的故事 喵喵啪啪 快带喵喵出去 有些猫咪 已经开始哭了起来 队长塔可走过去安慰它 别担心 我们一定会出去的 喵 可是我们已经快要忍不出 我们是走哪条路来的 喵喵 喵 我有听过一个故事 叫做什么 叫做糖果屋 可是我都没有看到糖果屋 其实 队长塔可 也是第一次进到这座神秘森林 因为 今年春天的仪式 是由六岁的小猫一起来完成 看到所有的小猫咪都这么害怕 塔可 突然从它的背包里 拿出了秘密武器 当当 喵 我带了小铃铛 原来 塔可的包包里放着一包小铃铛 他赶快发给其他的小猫猫们 塔可对所有小猫猫们说 别担心 刚刚我们走过的路上 我都有挂上小铃铛 喵 所以我们一定走得出去的 喵喵 接下来 在我们找到食材之前 每一个你们都要帮我在树枝上挂上小铃铛 好不好啊 喵喵 队长塔可跟所有的小猫猫说 这样 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快速地回到爸爸妈妈身边了哟 喵喵 而且还可以完成任务呢 喵 在森林里吹过了一阵一阵的微风 铃铛发出的声音跟树叶沙沙的声音在一起 就像是一首歌 也让小猫猫们不紧张了 所有的小猫猫们就在塔可的带领之下 鼓起勇气 穿梭在树林间 跳上跳下的 它们找到了松饼的食材 黑猫找到鸡蛋 白猫找到牛奶 穿着袜子的猫找到糖 塔可找到了面粉 还有蜂蜜 也有猫咪找到果酱 好多好多的东西 都被它们找到了 所有的小猫猫开始讨论起 它们最喜欢的松饼口味 每只小猫都说自己喜欢的最棒 谁也不想输给谁 塔可抬起头 手中还握着鸡蛋 它对大家说 喵 每个口味都很棒 爱吃橘子果酱的 爱吃蜂蜜的 我们大家都可以成为 喵喵好不好 小猫猫们很听塔可队长的话 它们说 今天开始我要吃风糖口味 明天开始草莓口味也很棒 喵喵 对啊 想吃什么口味都可以变来变去 就像小福星王国的颜色一样 喵喵 说着说着 所有的小猫猫们一起走到山顶 看漂亮的夕阳 喵 我们该回去了 喵喵 所有的小猫猫在塔可的带领之下 沿着挂上的铃铛声 顺顺利利的背着食材走出神秘森林 完成了他们六岁的神秘考验 准备要跟爸爸妈妈 所有的猫猫家族一起来一场松饼派对 吃饱之后 其他的小猫猫们突然想到 喵喵 塔可 你怎么会带着铃铛在身上啊 塔可这时候才说 喵 其实铃铛就放在路口处的牌子下 只是大家都急着进到森林里 没有看到 在上面有写 要带着这包小道具一起进森林 我刚好有看到 走在最后 所以我就放到小背包里了 喵 其他的猫家长们不禁说道 不愧是队长啊 喵 其他的小猫咪们都只顾着看松饼 就走进森林了 喵喵 记得要看清楚游戏规则呀 喵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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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Yes 好 好 好 所有的小猫 都回答着 喵 今年的猫咪春季盛典结束啦 恭喜所有六岁的小猫猫完成任务 喵喵喵喵喵喵 成功 今天的达林姐姐原创故事 小福星王国系列 猫猫们的神秘任务 说完了 喜欢这个系列的原创故事吗 记得要帮我们节目压下五颗星好评 还有分享给你的好朋友哦 在这个故事里 还好 塔可小队长有记得看清楚游戏规则 不管参与任何比赛或考试的时候 静下心来 看清楚规则之后再动作 观察四周 也许这都是你赢得胜利的小小契机 今天的达林姐姐说故事 要在这里告一段落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 小福星王国系列的下一个故事 也欢迎各大厂商邀约合作 连结都在下方说明栏 达林姐姐的2023惊喜盲盒绘本活动 还持续进行当中哦 想要获得的小朋友 下方说明栏都有你们需要的连结 赶快点进去哦 晚安了 亲爱的宝贝们 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